凌晨4点多 女窃贼骑着机车到这家减餐店前面 拖了店门口重达四五十公斤重的盆栽 毫不费力的搬上机车前座扬长而去 让报案的店家看到监视器之后整个傻眼 网友看到这名力大无穷的女窃贼 轻松搬走大盆栽的画面也直呼太夸张了 真是女大力士 还有人说没有抓去国家队练举重实在是太可惜了 盆栽到底有多重 让其他民众试搬看看 真的搬不太起来 虽然店家说只要窃贼赶快把盆栽放回来就不追究 但是窃盗罪属于非告诉乃论 警方正全力追查 要将证明女力士神之依法 东台新闻陈金叶台东报导